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心理就叫做爱乌集乌哦 哦 那么爱乌集乌这个成语是怎么来的呢 大家跟着皮皮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吧 话说在商朝时期 君主昼王非常残暴 他不仅用严酷的法律来压迫百姓 还常常征收各种费用 百姓们过得苦极了 所以大家都很怨恨周王 当时啊 西边有一个诸侯国叫周国 周五王当上国军后 周国势力逐渐壮大 没过多久 周国就把商朝灭掉了 周五王建立了新朝代 也就是西周 这下周五王再也不用看周王的脸色了 哦 可他还是很苦恼 因为啊 都城里还有许多商朝的大臣 要怎么处置他们呢 周五王叫来几个大臣一起商讨这件事情 大臣们听了 都焦头截耳地议论起来 一个大臣上前说道 大王 俗话说爱乌即乌 意思就是 如果喜欢一个人 就连带喜欢他房子上的乌鸦 反之 如果不喜欢这个人 就连带他家的墙壁 篱笆也一起讨厌 您认为呢 周五王想了想 明白了他的意思 大家都很讨厌周王 所以也会连同讨厌周王的大臣们 其实 这个大臣是建议 要严厉地处罚周王的大臣们 可周五王却摇了摇头 说 我不能这么做 因为他觉得呀 虽然周王很坏 可那些大臣是无辜的呀 再说了 那些大臣又没有犯罪 他并不讨厌那些大臣 周五王又询问其他几个大臣的意见 又有一个大臣说 大王 当初商朝的周王正是因为残暴 才被百姓们怨恨 我认为一个好的国君 应该用仁慈的方式来治理国家 这样才能获得百姓的喜爱 周五王听了 认为这个大臣说的有道理 于是 他决定把那些大臣都放回家 让他们和亲人团聚 周五王的做法 获得了天下百姓的赞扬 大家都很支持这位新的国君 后来 在周五王的治理下 西周果然变得越来越强大了 这就是爱屋即屋的故事哦 接下来让我们深入认识一下这个成语吧 爱屋即屋意思就是喜爱一个人 连带喜爱他屋子上的乌鸦 现在啊 人们用这个成语来比喻喜爱一个人 连带的喜爱和他有关的人和物 在运用这个成语时 我们可以这么说 乐乐很爱她的妹妹 所以她也爱屋即屋的爱护妹妹的布娃娃呢 好了 今天的成语故事结束咯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